电商平台上各类神奇好物 因价格低廉 立竿见影的噱头引起购买热潮 记者浏览相关平台 看到10元左右的商品销量高 尖弹模具销量高达25万单 但差评不少 有网友评论 包脚神器是妥妥的智商税 记者随机购买了 尖弹模具等四款商品 实测使用的效果 是否和电商宣传的一样 电商宣传称 尖弹模具可将鸡蛋快速定型 一脱模且无蛋液流出 记者买到三个不同造型的尖弹模具 进行实测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新形状的这个模具 可以看出来就是刚开始 现在就是有一些蛋液已经溢出来了 视频里的这个模具煎出来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其实是有露出的 我们现在试着把这个模具取掉 也是很难取掉 用那个勺子熟做一下 这个模具在上面周围粘子全都是这个蛋液结的块 已经没有新的形状了 基本上里面的鸡蛋黄液已经流出来了 实验失败了 我们看到鸡蛋刚打上已经全散出来了 你看到还是有粘的 取掉以后完全就是没有那个模具的形状了 接连两次失败后 记者在模具内侧涂满油再次测试 可以看到蛋液已经是渗出来了 脱膜有点困难 它已经没有磷子的形状了 商家称戒指外层可轻易转动 稍微用力便可将饮料瓶盖打开 这个是戒指开瓶器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是否好用 9号 10号的 我们先用一个小的试试 它视频里这个转特别的快 现在我们波动它也是不能丝滑的转 然后现在来开瓶试试 是用这个卡住了 然后应该一使劲就能开 好 我们现在已经试了第二次 还是没有开 就是不太好卡住 现在我们试个大号 还是不行 手指已经红了 试验两次失败后 记者找到男同事帮忙开瓶盖 不行 很疼 很疼 换一个 不行 不行 电商平台上销量火包的包饺子神器 商家称其既能压饺子皮 又能包饺子 这边是擀皮的 然后这边是包饺子的 我现在来试一下 很小的一个 连皮都算不上 我觉得 因为很厚 然后我们再重复压一下 试一下 还是只能压那么大 然后我们用自己擀的脚皮试一下这个是否好用 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按压的痕迹在这里 但是馅很少 我们尽量选了一个稍微圆一些的脚皮的木 然后我们来再试一次 我轻轻一扯就扯开了 电商广告称 键盘清洁泥不沾手 且能深入缝隙清洁键盘脏物 我们现在按照它上面写的这个使用的方法 清理键盘 先把这个拆开 这股洗衣液的味道 是不沾手的 上面还是有少量脏东西的 这个侧边还是没有清理掉 这里 而且刚才感觉泥都快陷进键盘里了 我们看表面其实已经很干净了 我们把那个键盘抠下来 键盘帽抠下来看一下 底下是清洁不到的 键盘侧面 也是有了一些残滋 经测试 键盘清洁泥只可清理表面灰尘 深层次脏东西很难清洁干净 上述电商所在平台方回应称 会加强监管 清洁严重 可将其店铺关闭 如果确实商家采购问题 我们肯定会在这些产品下架 严重的直接颠覆关键处理 需要清洁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严重的话 会涉及到一个清退和添加整斗 律师马精认为 违规商家应对相应的损害进行赔偿 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购物 可以享受七天无理由退货 但是退货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你比如说涉嫌虚假宣传 涉嫌欺诈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商家三倍的进行惩罚性赔偿 不足500元的以500元计 那么如果说产品存在缺陷 在使用过程中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损害 我们还可以要求商家进行一些侵权责任的赔偿 如果说商家仅以退货进行赔偿 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进行拒绝 并且我们也建议平台 对一些这些退货量 退货比例比较高的商家进行预警 及时通过平台对一些虚假宣传 涉嫌对消费者造成死害的一些商品 商家进行预告预警和主动进行惩罚 换绑平台 完成来 需要益准备 保障 订阅 完全 因awn 感谢观看